首先我想談一下我對中共的看法 我認為中共的本質基本上是不會變的 但是他們會採取的具體的政策 可能完全是不一樣的 有人說如果是川普獲勝 中共會強取硬對硬的措施 我的看法剛好相反 因為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欺軟怕硬的政權 如果對方非常強硬的話 他反而會採取比較軟的一種政策 但是這個時候就要考驗川普和他的這個團隊 怎麼去認清楚中共的這樣的一個政權 他們的性質是什麼 就是我相當認為川普會延續他過去這一兩年的 這個政策的政策的政策 因為倒不是說我們看好川普是一個什麼樣的意志堅定 或者意識形態比較清晰的一個總統 而是因為我本人認識他們團隊裡面的一些人 包括在國務院的包括在我們以前研究過像博明這樣的人 包括在他的像納瓦羅 他們對中共的認識是相當相當透徹的 我可以說他比很多很多的華人 包括在台灣的一些知識分子和香港的一些知識分子 對中共的這種認識他們都更透徹 他們知道這個東西像一個病毒 如果你不把它徹底治好 你不能把它控制到零病例的話 它總有一天它會重新復發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採取比較強硬的措施 那這個後面情況會發生什麼 那我們要看具體的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總的來講會這樣 美國會更強 但中國會表現出它比較軟弱的一方一面 所以台灣問題請教教長大哥怎麼看 現在看到美國對中共的這個強硬態度裡面 是有它的背後的原因 就是現在中共是最基本的原因是 它不遵守國際行為規則 就從那個貿易談判開始 就是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包括竊取智慧財產權 包括強迫性技術轉讓 包括市場進入障礙 包括國家大量補貼 這些通常見的 這個常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川普政府要他改 他不改 不改以後 就是本來要習近平這樣改的話 不行的話 理論上就是要你改政策 不改政策換領導人 領導人不換的話換執政黨 本來民主國家程序是這樣 現在發現 美國發現這個不公平貿易行為 跟中共的權貴集團的利益是有關聯的 所以要中共改的話可能性很大 難度很高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要把中共打到垮台 然後考慮一個沒有中共的中國 叫做後中共的中國 到那個時候再一次 可能又要再一次來演變中國 因為美國不可能去佔領中國 但是美國一定想要改變中國 讓中國出現一個 比如說經濟市場化 政治民主化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美國會再度來推動和平演變 在沒有中共的情況下 這個叫做我把它稱為第二次和平演變 可是第一次和平演變 就是過去的 從1972年到2017年 大概46年的時間 美國承認接觸政策失敗 和平演變失敗 共和黨本質根本沒有變 過去90年來 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 也就是以日本主義為敵人的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 台灣被邊緣化 那麼將來如果有第二次的 和平演變的時候 台灣就不能再一次被邊緣化 不要看到這種情形 那我們就要去研究美國 如何來對付中共 是不是所謂的 你剛剛提到解體中共政權 他是這樣 他川普政府的策略是這樣 第一步加壓力 然後讓西方撕裂中共 然後呢 這個撕裂中共的話 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是區分中共跟中國人民 這個就是那個 蓬佩奧國務卿的顧問余茂春的點子 就是把中共跟中國人民區分開 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 不等於中國人民 也就是反共 反中共不等於反中國 第二個階段是把 中共這邊 高層 中共高層跟中共黨員 再區開 區分開 因為現在的話 對中共這個 黨員的路徑 不是會有限制嗎 這個公民權這個都會有限制 所以第二個階段 就是中共這邊的話 把黨員跟高層分開 第三個呢 在高層裡面的話 習派跟反習派再分開 就是所以美國 美方現在加壓力 叫做為而不攻 包圍你而不進攻 就是在增加壓力 讓你內部開始裂解 這是美國的這個第一個階段 就是要把中共那個打垮 然後進入一個 後中共的中國的時候 再來談到說 重新啟動和平演變 希望把中國演變成 可以接受普世價值 叫做民主自由 法治人權 只有這樣才能夠根本解決 香港 台灣 還有那個新疆 西藏 甚至於蒙古這些人權的問題 這個意識形態跟價值觀的這個問題 等等等等 也包括地緣政治上 讓中國變成一個和平的 可以被各國 讓各國有安全感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看 看到川普現在政府的做法 就是先加壓力 促成內部的這個裂解 一層一層的裂解 到將來的話 這樣的話叫做裂解中國 就是裂解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中共還是 硬是不肯悔改的話 那他可能就是 退回去毛澤東路線 搞計畫經濟 希望撐過去 相當於把韓戰的思維拿出來用 韓戰的時候 中共的武器比美國差 硬是跟美國打 就是來比承受能力 我可以死一百萬人 你能不能死個十萬人 類似這種概念 中共可能會退回毛澤東那種做法 去應稱這樣子 這時候就變成是 這時候的關鍵力量 要看中國人民怎麼選擇 對 所以我們會看到 看出來說 美國對抗中共 要試圖改變中國 解體中共改變中國 這是一個長期趨勢 也是美國的國家戰略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 來結合太平洋地區的盟邦 盟友 尤其是在台灣這邊的話 一定要佈局 一定要出手 就是台灣是一個 整個印太戰略 跟印太北約的關鍵地區 是這樣 哈囉各位觀眾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請記得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要記得 要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去之後 會定期的接收到 我們最新節目的通知 那麼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話 也歡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區 留言來和我們交換意見 新聞大破解的節目呢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點半會定期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